骗了那么多人,终于落网了 近日,成功学大师杨涛明落网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所谓的成功学大师比较喜欢买劳斯莱斯 他们连兵力和麦巴赫都看不上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就拿杨涛明来说吧 据说他曾帮助了一百多位草根开上了劳斯莱斯 说句良心话 被帮助的人有没有开上劳斯莱斯我不知道 他开上了劳斯莱斯倒是真的 根据杨涛明个人履历来看 杨涛明在29岁就买了劳斯莱斯汽车 他说他是全中国最年轻开劳斯莱斯的讲师 其实成功学大师之所以喜欢买劳斯莱斯 是因为想镇住所有的学员 想想看 假如成功学大师开50万的宝马 很多学员会不屑一顾 他们的内心大概是这样想的 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 把自己吹嘘得那么厉害 结果才开50万的宝马 还没有我的车贵呢 竟然还叫别人如何成功 一边凉快去吧 假如开劳斯莱斯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因为讲台下的学员没几个人开劳斯莱斯 即便是有 也不敢小瞧讲台上的人 我们要明白一点 在汽车领域 比劳斯莱斯贵的车就只有超跑了 然而在中国 买超跑的人多为富二代 当富二代看到劳斯莱斯会想 我老爸就做劳斯莱斯 看来讲台上的人不容小觑 其实很多成功学大师都是包装出来的 就算买不起劳斯莱斯 也会租一辆 毕竟教别人如何成功 要先展现自己的成功 而且要镇住对方 否则怎么忽悠人